3号呢我们来采访一下天津队的袁新岳 首先请小元帮我们来点评一下今天比赛的这个球队的发挥 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做了很好的准备吧 然后在场上也是尽力的在发挥每个球员的一份力吧 然后也是我觉得总的做还是大家都不错的 觉得今天球队呢在哪些方面做的比较成功 所以让比赛的打的相对还是比较顺的 我觉得首先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就是调动的非常好吧 然后也算是有从始至终这个事情 然后中间虽然说有起伏 但是也是算是很好的进士到最后 你觉得球队需要如果说是明天比赛再胜对手的话 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提升呢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更细一点 可能我们自己的失误 然后对对方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去研究 然后也是全力准备明天这场球吧 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你参与到这个天津和江苏这样的老对手的对决当中了 今天你的个人发挥呢也非常不错 应该是拿到了至少17分 那怎么看待自己在决赛当中的这个发挥情况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联赛准备到这里了吧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的这份力用在场上 然后也希望明天能够继续吧 好 谢谢小元 以上就是我们在决赛之后的采访